从质量上来看 含金量不断地提升 我们的贸易伙伴更加多元稳定 传统市场 新兴市场都有不错的表现 特别是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了9% 高于平均的增速 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作用依然显著 中间品的进出口增长了8% 为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业态 新模式动力强劲 快进电商 市场采购出口 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我们高兴地看到 像电动汽车 文创产品 美装 等国货操牌在海外货爆出圈 前面的独立 前面的产品 产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